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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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上级赠送刀剑给下级 亦或是下级赠送刀剑给上级 这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刀剑杀器重 所以象征着力量和权柄 因此上级赠送刀剑给下级代表着最高级别的授权和信任 电视剧中也经常能看到 在大将出征的时候 皇帝会赠予大将军宝剑 表示授予权力以及绝对的信任 下级赠送刀剑给上级 则表示让对方控制你的权柄 遇事臣服于忠心 电视剧中也经常有下级献出宝刀 宝剑给上级 仪式忠心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曹操向董卓献齐心宝刀仪式中心 企图借机刺杀董卓的场景 4 钱包 钱包在风水学中相当于自己的财库 既不能随意送人 也不能轻易把它当作礼物随便收下 很多送过钱包的人都表示 自己在送出去钱包后 之后一段时间财运不佳 要么经常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消费 要么就是该收的钱财总不能及时收回来 总之就是不好聚财 这就是将财库送出后的后果 作为接受方也不一定就日后财运上家 确实有不少人在收到钱包礼物后 财运开始亨通 但更多的人在收到钱包后并没有什么影响 甚至有些人也会财运衰败 虽然你接受了别人的财库 但是如果你的命局风水担不起这个财库 那么你就无法从别人的财库中获利 如果别人的财库跟你的命局风水相冲 你甚至还会因此败财 亲属之间 夫妻恋人之间赠送钱包责物大案 因为有肌腹相亲 一起相投 五 财神 财神和钱包一个道理 随意赠送或接受都会干涉财运 而财神又是神 神佛一般是要自己亲自去寺寝寝的 已是诚意 心诚则灵 随意赠送或接受财神 还有亵渎神灵的意味 影响更大 六 鱼缸 鱼缸和钱包也是一个道理 随意赠送或接受会影响财运 因为家居风水中水煮财 鱼缸基本就是代表财的 不过钱包 财神从没听说过会有人忌讳 而养育是真的会有人忌讳 有些人的命局跟鱼相冲 非常忌讳养 如果一个非常忌讳养育的人收到鱼缸 那一定会到大名 七 钟表 这个基本上所有人听说过 送中 谐音送中 所以基本上没人会送中 也没人会收中 但是 送表的人很多 收表的人也大有人在 其实送表和送中是一回事 中和表的区别无非就是大的为中 小的微表 因此所有中都可以归为表类 所有表也可以归为中类 送表极为送中 很多贪官就是因为佩戴了行贿者送的名表而弱 这其实就是风水因素的影响 所以手表还是自己购买比较妥当 八 风水自画 很多山水画的画面美好 寓意极佳 让人看了不自觉的就沉浸其中 极具观赏性 很多字卷比例浑厚 大气磅礴 挂在墙上极具档次 因此自画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很多人会惊喜挑选出一些自画装饰家居 或者赠送亲友 但是将风水自画置于家中 是有很多讲究的 如果挂置的方位不对 会对家庭的运势造成不利影响 如果画中的元素与你的八字命迷不合 至于家中也会对你的家庭 个人运势造成不利影响 一些带有消极意义或色彩过重的画作 也是要谨慎收下的 带有瀑布的风水画 更是需要注意 如果挂在家里瀑布朝外 长时间下来 会是家中钱财流逝不断 因此 在收下别人的自画礼物之前 还需要考量自身的命理 自家的环境格局是否搭配 九 古董 主要指的是来历不明的古董 许多人喜欢收藏古董 并且还喜欢将古董放置在家中斩架上 展示给客人观赏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 很多人也会将古董作为礼物 送给这些喜欢收藏古董的人 但这可能会惹祸上身 很多奇闻异事都跟古董有关 因为古董引发的盗窃案 凶杀案甚至灵异事件 网上一搜一大把 可见不少古董都另有大佬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既然是古董 那很大可能就是古人的随葬品 墓地出来的物品 必然沾有一些邪义之气 如果将这种古董放于家中 并且没有采取镇压手段 势必要给家庭运势带来灾恶 特别是古鱼古宝石 更是要多加小心 宝石预期都是有灵性的 有着很强的磁场能量 长时间在墓地的玉石 很可能会吸附浓郁的杀气 如果将这种凶杀之物置于家中 那真是极拙见言 忘了 十对人有危害的礼物 有某些物品 会对大家工作中 学习培训 衣食住行及其身心健康 家庭和母危害 例如烟草 烈杏酒 赌具及其庸俗低级的期刊杂志 音像制品等 送这种礼品 也许可以顺水推舟 但在所难免有存心害人不浅的行为 十一西竹 如今市面有卖很多种多样制作精致的西竹 因而亲戚朋友中间常常常常用到这种西竹 来当作精致的礼物赠予别人 可是西竹是祭拜死者用的 因此不清楚的人把西竹当作礼品来送人 它是非常不起沉的 十二 人形的物品 不可以收人形的物品 比如小孩 布娃娃 人偶 动漫手办这类的物品 由于这种物品都归属于是艰险小人 送人艰险小人就会使那个人导致艰险小人 并且这种物品假如在家里处放久了 也非常容易召来邪灵 会给家里产生躁动不安 十三 伞的凯因是伞 因此伞也不可以收 假如朋友用伞来作为礼品赠送 就代表在没多久的未来 大家就会提出分手或离开 十四 不可以送礼 离是离的凯因 赠给人礼也将代表今后有分离出来的风险 假如离太大 好多个人也不必分离吃 由于分离会令人想到的分离出来 两个人一块进食也非常少一块吃 由于是分离出来 十五 浴室镜子 坚信许多人也据说过 很多关于浴室镜子的怪异经典故事 假如是在恐怖一点的地区 有浴室镜子也会让自然环境更可怕 也是很多的电视电影 也会有某些有关浴室镜子的可怕影视作品 而浴室镜子自身用的好 齐齐的风式学功效也较伟大 能够开运化沙 可是假如放置不善 便会吸引阴邪 令人内神不安宁这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